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法治上主张约法省刑 减少法律的打击面 在经济上要求轻摇伯父 减轻对民众的剥削 这样来与民休息 在无为而至思想的指导下 汉初六十余年间 经济生产得以恢复 民众生活日渐改善 打造出文景之志的盛世太平景象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各种危机也日益显现 诸侯势力膨胀 各地豪强横行 严重危害着中央集权的统治 北方的匈奴长期侵扰大汉边境 国家的统一主权受到威胁 面对这些内忧外患 倡道无为而至的黄老思想却束手无策 要解决这些危机 必须在思想上改弦更张 公元前一百四十一年 汉武帝上台后大力推行新政 力图抛弃消极无为的黄老思想 转用积极有为的儒家思想来作为治国之策 结果却受到了以窦太后为首的黄老势力的重重阻拦 直到公元前一百三十五年窦太后去世 汉武帝才放开手脚大肆推崇儒学 公元前一百三十四年 儒学大师董仲书为汉武帝敬献天人三策 提出了春秋大一统的治国方略 史称圆光对策 主张用孔子之术来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行为 做到思想上的一统 主张用尊王攘仪的理论来对付内忧外患 对内打击诸侯豪豪强维护政权的一统 对外反击匈奴四仪维护主权的一统 这一策略引起了汉武帝的强烈共鸣 于是年仅二十三岁的汉武帝 做出了一个在中国政治法律史上 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 那就是霸处百家独尊儒书 那么汉武帝做出这一决定后 是如何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来治理天下的 儒家思想又是怎样推动给一个 泱泱大帝国崛起的呢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 汉武帝统治的时代呢 打造出辉煌的文字武功 所谓文字指治理国家有成绩 所谓武功指用兵打仗有功劳 在文字方面 汉武帝推行人才战略 听班太学搞施法改良 我们先来看一看 他在那个政治建设上 是怎样运用儒家思想 政治建设的核心之一 就是用人的问题 汉武帝对此非常关注 他在霸处百家独尊儒书以后呢 就特别注意选拔人才 所以在他身边网络了一大批人才 相传有一天 汉武帝呢 看到一位狼官 这个狼官呢 胡子头发都白了 汉武帝就觉得很诧异 为什么呢 因为汉代的狼官 都是由年轻人来担任的 汉武帝就问他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当狼官的呀 为什么这么老呢 那个人说成交言士 汉文帝是就开始当狼官了 汉武帝说 怎么三朝都没有得到提拔呀 言士的回答说 文帝好文 陈好武 景帝好老陈右少 陛下好少陈以老 意思就是 汉文帝 喜欢文官 我又是个练武的 汉景帝呢 喜欢用老人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 陛下宁呢 喜欢用年轻人 我现在又老了 所以三朝都没有得到提拔 悲剧啊 汉武帝当即就提拔他当了会计都尉 以表安慰 那么这个故事说明 汉武帝特别喜欢 使用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年轻人 但总对来说 汉武帝在用人这个问题上 那是布局一个将人才 什么人才他都要网络 老的少的都要要 史学家邦顾 有这么一句评价 说汉之得人 于之为胜 就汉朝人才新生呢 就是在汉武帝这一朝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会如此重视人才呢 他主要还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强调 为政在人 就特别重视人在政治时间当中的主动积极作用 孔子又讲 举贤财 就要推荐贤能之士来治理国家 这个国家才能治好 正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 汉武帝就特别注重人才战略 就在汉武帝刘彻当太子期间 整个朝政还被黄老势力把食 黄老道家提倡无为而至 而主张积极进取的儒家 又长期不能受到重用 汉武帝刘彻在少年时代 就曾目睹了如道之争的血与腥风 他清楚的知道 要推行大有为之政 必须清除身边的黄老势力 广招如生 统一思想 于是 就在他亲政后不久 就对选官用人制度 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汉朝有哪些选官制度 汉朝主要有两种选官制度 一种叫征召 这个是至上而下的选官方法 皇帝可以凭自己的爱好和判断 任用某人为官 第二种叫查局 这是至下而上的选官方法 各级官员要向哈武帝推荐人才 哈武帝可以量财录用 这就是旧的两种方法 哈武帝觉得选官 光用这两种方法还不够给力 于是他又推出了两种新的制度 就在公元前134年 哈武帝首先推出了举孝年的制度 什么叫孝年呢 孝为善事父母者 年为清洁有年一者 哈武帝要求各级官员 推荐孝顺父母为人廉洁的人 出来做官 这个就叫举孝年 后来他还出台了配套的政策 这个政策规定 凡是富有推荐义务的二千使官员 如果不举孝年 以犯罪论处 不举孝的 除使 不查年的 免职 可见呢 他推行这个制度 力度很大 到公元前106年 也就是元丰五年 汉武帝又推出了一个制度 叫做举绣才 什么是绣才呢 绣才就是指财之绣者 绣这个字在汉字里面 就是指超出别人的那一部分 比方说 木绣一命 同必垂之 因为你这个树比别的树高 所以大风先吹整 所以绣才呢 就是指超过一般人的那种人才 汉武帝要求各级官员 要推荐这种人才出来 他在举绣才的照令当中就说了 盖有非常之贡 必带非常之人 所以他比各种人才呢 都要加以网络 出现了群世勿向 一人并出的可喜局面 也就是 成情绝对的有识之士 都想得到朝廷的重用 各种各样的特异人才 纷纷出来给国家效力 那么汉武帝 人才战略的成功 实际上还就是运用儒家思想的结果 同时又反过来 推动了儒学的进一步兴盛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这个时候的儒学 它就成了国策了 学儒学你就可以成人才 成人才就可以得到重用 于是呢 人们纷纷往儒学这个圈子里面装 在汉武帝身边聚集的儒士 也越来越多 人一多就会产生争斗 儒生以前是和黄老学者斗 现在呢 则是他们内部搞窝里斗 汉武帝大胆改革选官用人制度 越来越多的儒生入朝作官 儒学终于迎来了春天 推动儒学繁荣的第一功臣 无疑要数董仲书 他为汉武帝敬献了天人三策 促使汉武帝将独尊儒术 作为基本治国方针 然而这位颇受汉武帝赏识的儒学大师 接下来却面临着一场牢狱之灾 那么他会因为什么祸罪 独尊儒术的国策 会因为董仲书的入狱而发生改变吗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龙大轩 将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帝用儒之道第一集 广昭如是 董仲书给汉武帝寄宪了霸出百家独尊儒术这一策约以后 汉武帝对他很重视 就派他到江都翼王那儿去做国相 江都呢就在今天江苏扬州 董仲书在联光对策以前 他只是一个博士 博士的级别是六百十 而国相的级别呢是两千十 可见呢 他是被汉武帝提拔重用 汉朝的用人思想和今天呢有相似之处 就你先到地方去干一干 干出成绩了 再把你调到中央来 为以重任 汉武帝对这个董仲书啊 用的正是这种思路 所以董仲书在江都干了几年 汉武帝就把他调回朝廷 做了中大夫 那么就在董仲书做中大夫这段时间呢 有一个人就盯上他了 要整他 谁啊 这个人叫祖父岩 祖父岩是齐国宁之人 早年学习纵横之书擅长游说 后来听说汉武帝喜欢儒书 他又改学儒家经典周易和春秋 学成以后啊 他就北漂到了燕造中山 这些国家去游说诸侯以求得到富贵 这个没人待见他 为什么呢 古今这个人呢 名声一贯不太好 后来没办法 他又来到了长安 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 他认识了汉武帝的小舅子 魏清 魏清呢 也给汉武帝推荐了好几次 就推荐这个祖父岩 就推荐这个祖父岩 但汉武帝没有你这个茶 祖父岩在金丝长安待的时间长了 口袋里也没钱了 史称 留酒 租公宾宾客 结宴之 待的时间长了 周围的人都讨厌他了 他实在没有退路了 只有铤而走险 直接给汉武帝写信上书 做自我推荐 祖父岩的信 上午送到朝廷 下午 汉武帝就召见了他 可见这个汉武帝的办公效率确实很高 周围的人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 在长安也立出了脚 而且他也尝到了上书的甜头 所以他动不动就给汉武帝上书 他一上书 汉武帝就召见他 一召见他就给他升官 一岁四千元 一年之中给他升了四十官 就由郎中升为业者 再升为中郎 最后升为中大夫 这个祖父岩当了中大夫 就和那个董忠书成同事 但他对这个董忠书就是记恨 今天我们常说的同行相度 董忠书是儒学大师 被后世奉为儒者中群儒首 那是汉代儒学的宗师 群儒的首领 祖父岩是个什么人物呢 他中年才开始学儒学 在这个问题上 他就是个二把刀 所以有董忠书在 那始终是他在仕途上的一个大障碍 他想把他搬了 有一天 祖父岩到董忠书家去串门 发现董忠书写了一篇文章 他一看 这个可是搞到老董的杀手锏 就把文章给偷走了 可见这个人确实不地道 难怪以前没人理他 那董忠书这是一篇什么文章啊 凭这篇文章就能整到他吗 在公元前135年 也就是建议员六年 辽东的高庙和长安的高原遍殿 连续发生火灾 董忠书呢 就用灾疫浅告说来分析这两次火灾 并且写成了一篇名叫灾疫之际的文章 那啥叫灾疫浅告说呢 这个就是董忠书天人感应理论当中的一部分 他认为啊 人尤其是像皇帝这种特殊的人 他和上天之间呢 可以通过一种气来传达信息 皇帝干了好事 老天爷就高兴 就降下急躁 以示加强 皇帝要干了坏事 老天爷就不高兴 就要降下灾难 警告统治者 这个就叫灾疫浅告 董忠书用灾疫浅告来分析这两次火灾 那言下之意啊 就是表达了他对朝政的不满呢 竹言一想 这玩意儿 汉武帝要看到了 那还不杀你的头啊 所以他就把稿子偷了 然后就交给汉武帝看 汉武帝看了之后 当然就很生气哦 老董啊老董 我对你可不薄啊 你还写文章来反对我 于是他就召集了一大帮儒生 来讨论这个文章 写得好坏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董仲书的学生 叫吕布书 这个女部书把文章一看 看完了之后说 大瑜 这太蠢了 汉武帝说你看 你学生都说你蠢嘛 你这就是诽谤朝政 于是下仲书力 就把董仲书交有关部门依法审理 就这样董仲书就被关进了监狱 董仲书为汉武帝推行儒学治国 立下过汉马功劳 汉武帝真的会因为一篇文章 而将其法办吗 儒生为争夺利益而明争暗斗 汉武帝对此是否有所察觉 在这些利益纷争背后 又到底隐藏着这位年轻帝王 怎样不为人知的用人策略呢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龙大轩 将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帝用儒之道 第一集广招儒式 汉武帝霸出百家独尊儒术 由此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主导地位 使得秦王朝开创的华夏民族大一统 完成了从地理空间到精神空间的整合与民治 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 中华民族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舞台上 那么汉武帝是如何把儒学精益运用于政治建设 文化教育与司法审判的 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 汉武帝将如何建制诸侯势力地方豪强 对于匈奴的频频侵犯他又将发起怎样的反击战争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将带我们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 探寻汉武帝用儒之道 正当大家以为董仲书必死无疑时 汉武帝又下了一道道令把董仲书给赦免了 你说他还有点怪啊 你把人家抓进来又把人家赦免了 那有什么道理啊 总不可能是心血来潮就把人放了吗 我理解 汉武帝很可能是考虑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才赦免了董仲书 首先是董仲书的身份 董仲书是帮助汉武帝做出 霸出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设计师 对汉武帝转换国策 那是有大功劳的 这种人不可能说杀就杀呀 而且汉武帝还要继续推行儒学治国 这可是一位大师啊 还派得上用场啊 第二 就是董仲书摘意浅告说的特点 他这个摘意浅告说 就是他天人感应理论的一部分 汉武帝还对董仲书这个天人感应理论 他是很感兴趣的 讲当初董仲书 为大汉政权论证合理信使 他就这样说了 天子受命于天 天下受命于天子 意思是什么呢 你是老天爷的儿子 你一直听老天爷的命令 老百姓都听您在命令 言下之意就是 你大汉的政权那是老天爷安排的 其他人不要打主意 哈尔利对这套说法那是很高兴的 所以他肯定要想 不能说人家董仲书说好话我就高兴赏他官做 说了坏话我就杀他的头 那不是昏君吗 第三 是从后果上考虑 就董仲书写这篇文章 其中提到了两次火灾 那都是渐元年间的事 而汉武帝呢 自元光元年以来 已经开始推行新政了 既往不就 那才是明君之所为呀 而且呢 老总这个文章 他也只是草稿啊 又没发表 没有发表就没有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嘛 所以汉武帝很可能就是 基于这三方面的考虑 把董仲书给赦免了 董仲书被赦免以后 继续做他的中大风 不敢复言灾意 就他从此以后啊 再也不敢鼓倒他那套灾意浅告学说了 害怕 从主复言暗开董仲书 这件事啊 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官场的险恶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儒学的心胜 就儒生之间斗得越厉害 说明儒学越兴旺 儒学越兴旺 他就斗得更凶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儒学已经成了一块利益蛋糕了 儒师们都在围着这个蛋糕讨好处啊 你们的蛋糕大了 我的势比就小 我想多分点就要先把你整倒 那么一旦天下的人都来围着儒学这个利益蛋糕传的时候 那儒学就会更加兴旺 当然了 斗争也会更多 哈武帝是什么人 哈武帝是雄才大约的君主啊 哥怕的是寂寞 不怕争斗 争斗业凶说明我网络的人才越多 只要我善于控制 就能让他为自己的大有为之政服务 所以在董忠书事件平息以后 哈武帝继续推广他的人才战略 公元前130年 他再次下诏 征集立民中有名当事之物 习先胜之术者 出来做官 也就是懂得实时政治 学习圣贤学说的人都可以出来 为朝廷效力 那么在这一次招贤活动中 哈武帝 选拔了一位为弘扬儒学 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他又为弘扬儒学 做出了什么样的巨大贡献呢 请继续收看下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